张志坚和高凌峰太太金友庄传出绯闻 现在却惊传涉嫌喜药制毒 车做的时间可能超过一年 所以一直到铁掉有约谈你的时候 你才知道百夫有问题 对 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百夫有问题 去年11月剪掉搜证画面拍下 集团成员把一箱箱东西往车上送 里头装满感冒药 利用喜药手法把感冒药提炼成安非他命 去年11月就查到有6公顿市价24亿 张志坚就是因为这件案子被检调约谈 我完全莫须有 这个我想司法调查就会还我清白 我跟百夫绝对没有任何什么股东 更谈不上什么幕后的主贤 这个太适了 通过指认张志坚是百夫集团主贤之一 透过喜药手法 未造医师药师身份 购买管制药品 然后卖给毒贩制造安非他命 受害医院30多间 有2万人受害 不法获利超过2亿元 他确实是做药的 所以那个时候不宜有他 就帮他仲介帮他介绍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至于黄先生之后 他这些仲介完之后 他的生意流程怎么跑 他的药品卖到哪里去 完全不清楚 会跟小金姐有业务上的互动 有业务上的往来 其他都是很单纯的业务活动 每次见面都不止两个人 否认介入别人婚姻 从陶色风波到毒品遗云 张志健再度成为新闻人物 准讯文刘诗伟代秋荣 新北市报道